大家好 我是那眼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距离我们购买这台先锋计划的华为Mate 60 Pro 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了 这里我们也汇总了之前大家在动态里面 对于这台机器所提出的九大问题 这次我们详细测试为你逐一解答 首先我自己使用的体验就是华为Mate 60 是一台正在快速成长的旗舰手机 而且前途不可限量 这次华为Mate 60系列是四款配色 亚川青 南诺子 白沙银和亚丹黑 这四种颜色1234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会选择哪一个 我们这里为你展示的也是这次颇为热门的白色和青色 这次背板的设计Mate 60系列延续了Mate家族的中轴对称的设计理念 之前40系列上标志性也是备受好评的童心圆再次回归 背板上下两种材质的拼接工艺 让整机的辨识度一下子就提升了很多 下半部分金属机身和中框连接在一起 可以有效的提升整机的抗挤压能力 可以更好的防止机身变形 官方称之为玄武机身 的确目前你很难在市面上找到有如此大面积金属材质的机身 而机身的上半部分青色和白色都采用了紧纤材质 这也是它们质感特别的原因 其中青色这款配色在光线的硬沉之下 可以看到类似河流和玉石般的立体的纹理 偏青偏绿的色调并没有过于的艳丽 整体会有中性灰 而另外一款同样是经典配色白沙银 辨识度也是拉满的 而另外两款南诺子和亚丹黑 则是将紧纤材质换成了素皮材质 摸起来质感同样是不错的 简单说两款是磨砂玻璃的质感 另外两款是素皮的质感 实测出厂自带贴膜的情况下 重量是226克 和其他旗舰机身相比 算是目前的中规中矩的一个重量 而紧纤材质在保证韧性和触感的同时 也是尽量去减轻重量了 当然了韧性不等于是硬度 相比较更为常见的玻璃 实际上用钥匙去用力刮擦 还是可以看到划痕的 紧纤材质更多的 还是用于保护机身不受变形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经常把手机和钥匙放在一起 还是要注意了 边框部分MIT60系列 采用了更为圆润的金属磨砂处理 顶部扬声器和听懂合而为一 红外刺麦克风在同侧位置 机身底部除了常规开口之外 下半部分和边框一体性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手掌接触的位置 手感很好 底部天线条带也隐藏在了底部拐角的位置 平衡了一体性和信号两方面 整机拿在手里是不算厚 实测机身厚度只有8.19毫米 镜头凸起背板4.16毫米 测试数据甚至比之前P60系列还要更薄一点 镜头凸起相比较上一代Mate 50 Pro 提升了1.5毫米左右 当然这只是镜头部分 所以整台机器给我们的感觉薄是真的薄 但相应的宽也确实是够宽 第一次拿到手里的感觉 就是明显要宽于其他的曲面屏机型 和很多直屏机型的感觉相似 如果你的手比较小 可能单手操作就稍微困难 当然圆润的边框握持的手感是没问题的 视线来到屏幕 Mate 60采用了4微曲面的设计 这和市面上常见的曲面屏手机是不同的 屏幕四边的区率是比较小的 想起来当年经典的iPhone 6的2.5D设计 细屏状态可以看到左侧深感摄像头 还有右侧前置摄像头的区域 点亮屏幕就能看到居中三个开孔的设计 这块屏幕整体的观感还是比较特殊的 首先这是一块6.82英寸的OLED屏幕 分辨率2720×1260 像素密度达到443 并且支持1-120Hz的LTPO 自适应刷清率 在系统内可调节的是60-120还有智能这三档 货眼方面支持1440Hz的PWM调光 这个对比隔壁某A性大厂也是遥遥领先的 来看屏幕亮度 这在过去一周里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话题 需要说明我们买到产品的这一周里面 已经连续收到了多个大版本的更新 每一版本在测试的时候 亮度调整的策略都是有所不同的 之前最早一批到货的固件版本里面 我们测试全屏白色激发亮度是700尼特 而在接下来的几版固件里面 屏幕的亮度是一直在升高的 在最新的113版固件里面 手动最高可以调整到全屏600尼特 而强光照射下 全屏显示白色就可以达到1155 而我们在小窗显示5%的亮度的情况下 激发最高甚至可以达到1550 这可是相当夸张的 也让我非常好奇 这块屏幕的上线到底如何 未来一段时间再有大版本更新 会不会还有变化 来看屏幕的显示 点亮之后三枚开孔大小一致 并排三开孔的设计 被很多同学戏称为灵动群岛 设置里可以调整为核三为一 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iPhone的灵动岛 这两种风格你可以看 当然目前在鸿蒙系统当中 并没有针对开孔部分 进行软件方面的交互设计 这次鸿蒙4主推的是在后台 左上角胶囊显示的方案 另外经过我们的测试 三枚镜头区域里面 是支持触摸操作的 比如你玩游戏的时候 是可以把按钮调整到这个位置 也期待后续针对这三枚开孔的位置 更新更多好玩的玩法 屏幕的色彩方面 Mate 60 Pro是支持TCI P3色域 还有10.7亿色 还有就是华为主导的HDR Vivid标准 仔细看部分规格方面要优于HDR10 还有HDR10 Plus 几乎是媲美杜比世界标准 而在显示设施当中 还有针对HDR图片的显示选项 开启之后 显示HDR图片的屏幕局部亮度提升 会更明显 这也对应着咱们前面提到的 局部峰值亮度超高的一个特点 显示调节选项 除了标准和鲜艳之外 色温球对于显示色彩 有精准调节需求的小伙伴来说 也是可以满足需求 我们对比了苹果的旗舰机型 在默认风格方面 华为这边更倾向于偏红色 部分的高光场景下 显示效果是不错的 细节保留尚可 对于高反差画面 比如说人的眼睛的细节 就显示要略逊于苹果这边 不过不得不感叹 最近这几年 国产屏幕的进步速度是极快的 最后关于屏幕的显示部分 还有一项大家需要关注的 那就是全新的全息息屏显示 以及表情随动功能 之前大家也会担心 OLED屏幕在长时间显示 同样一个画面 会不会引起所谓的烧屏呢 我们看到苹果的解决办法 是通过全天候显示 用像素补偿的方式 在吸屏状态下继续 以1赫兹的双新率 去显示壁纸 包括通知信息 来防止烧屏 而在屏幕朝下 或者你配戴Apple Watch 离开一定范围的情况下 机器就会自动完全吸屏了 而华为这次的方式采用的是全息屏幕 通过前置传感器 检测到人眼控制屏幕的吸屏或长亮 以此来降低烧屏以及功耗 也就是你看我我就亮 你要不看我就休息一会儿 实测感知距离 最远可以到60到100厘米左右 表情随动则是通过实时定位头部的位置信息 将头部的动态映射到了翻页的主题 文字还有卡通的表情上面 如果你和我们一样经常要把手机放在显示器旁 那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你在长时间久坐办公 活动脖子还有眼睛的时候就没那么无聊 感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 当然了在这个档位里 Mate60 Pro毕竟使用的还是短焦指纹 这也是一部分用户吐槽的地方 我自己实际使用下来 因为是3D人脸识别而且速度很快 所以最近几天使用指纹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当你拿起手机或者是手指刚触碰屏幕的一瞬间 注意是一瞬间那机器就已经解锁 华为的3D深感摄像头 还有人脸识别的传感器 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同时 大幅度的提升人脸解锁的速度 甚至根据我们的测试 即便你戴着大面积的这种口罩 将面部全都遮挡 只要你露出眼睛的部分 依旧是可以正常解锁 这个速度还有识别的准确度 在目前的大量的旗舰机型当中 依旧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 OK 关注一下我们 下一期视频咱们不妨就来对比一下 即将发布的iPhone15 Pro和华为Mate60 Pro 它们如果只用人脸解锁的情况下 谁的表现更好 你先来猜一猜吧 打一打看一下同学们的预测 声音部分 Mate60 Pro是双扬声器设计 顶部的扬声器听筒二合一 隐藏到了边框和屏幕中间的缝隙当中 所以虽然是对称扬声器 但顶部外放声音还是略小 我们找来友商吧 咱们一起来简单听一听 先不公布是谁 你听一听谁的听感更好一些 再次再次运拍摄的电影 你听不公布是谁的 也就是要是谁的 这个视频 你听不公布是谁的 你听不公布是谁的 实际测试中 华为的中高频表现是不错的 但是低音稍微欠佳 不像苹果那么浑厚 声音的其他部分 网传有一部分网友买到的Mate60 Pro 听筒部分是有严重的杂音 对此我们也进行了详细的测试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测了一台 不行 我们再测另一台 果然非常明确的说 本次Mate60 Pro这个听筒的杂音 确实是非常常见 好了 以上都是开玩笑 关于摇摇领先的铃声 我们也放到后台 欢迎大家去大家测的微博 后台回复华为Mate60铃声 让你的手机也遥遥领先 和我们测试其他机型是一样的 这次我们也针对Mate60 Pro通话的时候 听筒部分露音的情况 以及听筒素质进行简单测试 这个部分建议你佩戴耳机 左耳你会听到手机听筒原有的声音 右耳则是模拟距离0.6米的相机的收音 在测试的时候室内模拟的环境噪音大概50-60dB 您好 飞行请拨110 火警请拨119 急救中心请拨120 交通故障请拨122 交通故障请拨122 刚刚发布的Mate60 Pro Plus 超大杯已经明确宣称搭载了静谧通话功能 而我们测试的之前遥遥领先的Mate60 Pro 并没有宣传这小功能 不过对比最大音量相同环境下的iPhone 听筒露音的音量 华为这边要低1-2dB左右 本次重磅功能天通卫星直连手机通话 这里也进行了详细的测试 相比较于刚刚上市 只能使用专用SIM卡拨打卫星电话来说 目前最新版本 中国电信已经支持 不用再去换SIM卡 使用你原有的手机号 就可以用手机直连卫星进行通话了 开通方式也很简单 我们拨打运营商 或者是下载中国电信APP 自助开通就可以 资费方面目前四档可选 最低是10元每月包含2分钟 再加上后续单独付费 也可以购买语音包 比如500元200分钟 如果单独使用的话 就是9元每分钟 不知道你觉得这个资费是高还是低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另外需要注意 我们咨询官方客服 了解到本项功能 需要主教方和背教方的设备 以及套餐都需要支持 卫星通话功能才能实现 我这边请您查询 您刚刚说的是如果要是不支持的情况下是打不通这个电话的 必须是双向都支持这个设备都开通了这个业务的情况下 是需要使用支持手机直电微信的功能的手机中转 然后再支持这个电话功能 双方都是属于电信的用户方面的支持使用 就是对方也是 就接听方也是收费的 对接听方收费 拨打方也收费 对他如果不办这个业务9块钱一分钟 我的手机支持 就是背教方不支持 主教方支持 那么这个通话还能接通吗 打不通先生 必须是双方都开通这个卫星通话 对 而且是双向收费 那这个条件就有点严苛了 不过我们还是抱着好奇先试了试 用华为拨打卫星电话 接听方并没有开通卫星电话功能 按照我们刚才的咨询是不能通话的 不过实际测试下来 换了不同的运营商 不同品牌的手机 都是可以接听 好我们现在是不同的运营商 去拨打这个卫星电话 可以看到这边是有来电提醒的 然后我们接通 喂你好 我们现在正在测试的是不同运营商的情况下 拨打卫星通话 它在一个通话的情况 现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是否清晰 我现在来念个数字 123456789 然后我们现在最接听的手机端 使用的是小米的13S 这和中国移动的手机放网 呼叫方使用的是华为最新的Mate60 Pro 并且开通了中国电信 天空手机直连卫星服务 为了更加完整 我们还测试了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有电信邪号转网至联通运营商的电话卡 暂时是没有办法正常接收到讯息 当然也可能和各地不同运营商政策相关 具体情况 建议大家在开通之前还是要问清楚 由于卫星不同于地面基站 离着我们实在太远 那实际的通话质量也是很多人担心的 这里我们就和我们日常的电话来做一下对比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是华为Mate60 Pro 卫星通话功能 我们现在正在测试的是天通卫星通话 它的通话质量与普通运营商的手机通话质量 它们之间的差距 然后我现在说一段数字 大家可以听一听它的通话质量 我现在说一段数字 大家可以听一听它们之间的差别 123456789 虽然听起来卫星的通话质量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听清楚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点不用担心 华为这一次的手机直连卫星通话 解决了特殊行业 特殊环境下的通讯难题 那相比较于动辄上万元的专用卫星通话设备来说 华为Mate60 Pro仅售6999元的价格 可以说是相当有性价比了 这里没有任何调侃的意思 而且如果你去看一看那些专用的卫星电话 就会发现它们通常都有着巨大的天线 或者是硕大的体型 那相比之下 华为内置超微型天线的通信技术 确实是遥遥领先了 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 一方没有信号通过卫星 而另外一方是有普通的手机信号 来接听电话的通话的情况 假如你们出去探险 两路人马都没信号了 能不能两个人都通过卫星来打电话呢 来看我们的测试 我们的双方只要同时对准卫星的方向 就可以通过卫星对卫星的方式进行通话 如果是在野外 估计你们要先约好时间 那具体的卫星对卫星的通话质量 大家可以听一下 当然不同的区域卫星信号是有所不同 这里你看到我们这边显示的是两个卫星信号 好的 我现在也是通过卫星电话来接收 因为我现在这个方向也没有手机信号 咱们俩现在等于离开了大本营 那这块呢 咱俩现在全都没信号 两路都没信号 我现在大概听到你的声音 但是不是特别的清楚 你现在能不能听清楚我在说什么 可以听听 我说一组数字 然后你把我回来 好的 好的 我这边现在是只有一组 好的 现在你可以说话 我这边可以听听你的声音是否是很清楚 我说一组数字 12345678910 114514 1245678910 114 114 行行行 行吧 基本信息 行好 OKOK 可以可以 好 可以变化 OK 完成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华为 它的信号的表现 一会我们将会进入到电梯 然后现在播放的视频 是一个直播的视频 线路和画质都是一样 然后还是相同的运营商 当然我们现在在楼道里 可以看到华为的信号 已经切换成了4G 苹果这边依旧显示的是5G 好 进入电梯的时候呢 两边的直播视频 依旧是可以正常播放 好 这边现在苹果 已经开始了加载 然后信号已经 变成了4G 一格 华为这边依旧是4G 但是它的信号是3格 依旧可以正常播放 我们现在来到了地下副一层 这边华为也进行了加载 我们点击重视一下 好可以看到在地下副一层 这种极限的环境下 两台机器它们都是没有信号的 但是在电梯里 苹果是第一个先没有信号的 华为至少可以来到地下副一层 系统部分Mate60 Pro出厂搭载的是最新的鸿蒙4 之前颇受好评的隔空手势得以回归了 在不方便用手操作的场景下 比如说洗澡做饭炒菜和面 都可以不用触摸屏幕 就能实现捏合屏幕滚动屏幕等等这些常规的操作 而且测试下来 识别度相比较于之前的产品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识别的最远距离也可以达到半米左右 鸿蒙系统里有不少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功能 实际生活里面确实可以解决你很多的麻烦 比如AI信息保护 在多人观看你的手机屏幕 或者是别人背着你单独看你手机屏幕的情况下 手机会自动隐藏收到的短信以及通知消息 包括微信消息等等 这个太有用了 也就是说系统检测到你一个人在看手机的时候 就给你完整的信息内容 而检测到别人看你的手机 或者虽然有你 但是你旁边站着别人的情况 系统就会隐藏信息 这样就可以免去很多尴尬的情况 比如说老板给你发来信息 你不想让女朋友看到 或者你坐公交车查看信息 又不想让身后的人知道你中奖了 应该说鸿蒙系统还是相当贴心的 其他的比如说智慧支付 开启之后 在手机主界面对准扫描的二维码的时候 手机会轻微震动 此时只需要点击下方弹出的按钮 就能自动完成扫码 不需要每一次都很麻烦的 还要打开软件 这里你可以自定义支付宝 或者是微信以及华为钱包 除了主动扫码 还有被动支付的便捷体验 如果在超市 遇到要展示支付码的时候 就能自动跳转到付款界面 大幅度的提升扫码效率 避免公共场所下手忙脚乱 身后人催着你赶紧付账的场景 这次MIDA600 PRO搭载了一颗麒麟9000S处理器 这个MIDA5的单核测试最高是1003 多核3284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热门处理器 大家可以简单参考 来看日常使用的流畅程度 这里测试了两轮25款常用软件的打开速度 以及后台驻流的情况 第一轮测试里华为的打开速度要比iOS以及其他安卓设备更慢一点 但是第二轮测试里华为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二次打开几乎就没有卡顿的情况 最终用时对比主流的骁龙8.2的设备还要快出8秒左右 而在后台留存数量方面 12G的MIDA60 PRO清除了两款APP 表现一半 期待后面的更新优化 来看游戏部分 之前刚买到手里的第一版固件还不支持王者荣耀的高振率 而经过了一周三版更新 目前王者荣耀最新的固件当中已经支持120帧的超高分辨率 我们在300nit亮度室温25-27度的情况下来实测30分钟平均振率达到了119.3 整个游戏过程当中是相当稳定的 30分钟整机功耗4.2瓦左右 温度方面也只是温热 而且温度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的 背面最高是41.6 正面最高只有40.4 简单对比其他几台机器 可以看到王者荣耀这类较轻负载的游戏 麒麟处理器应对是完全没压力 如果你问我MIDA60是否适合玩游戏 我只能说现在还不适合 特别是目前我们体验的这三版初始的固件 比如说类似一些原神这样的重度负载的游戏 目前由于游戏厂商的适配问题 游戏的贴图有一些还是没有办法正常显示的 还有一些游戏是无法开启高帧率或者是高分辨率 但是华为和各大游戏厂商 其实一直在抓紧进行联合调教 比如说王者荣耀在前后两版固件的表现 就是差异巨大的 所以如果你目前是重度游戏玩家 比如说你是一个游戏主播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要稍微等待一下 毕竟MIDA60的全新的SOC70 加上全新的系统红膜4.0 这还是需要一个调教的过程 来看影像部分 首先镜头参数5000万像素超光变主射镜头 24毫米焦段F1.4的超大光圈 特别是支持F1.4到F4.0的10档物理可变光圈 另外两枚是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13毫米的焦段 还有4800万像素的超微距长焦镜头90毫米焦段 变焦部分是支持3.5倍的光线变焦 还有最大100倍的混合变焦 这次比较特殊的是引入了超微距模式 最近对焦距离可以达到5厘米 对比隔壁旗舰机型iPhone 14 Pro Max 你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明显 咱们直接把它变成显微镜 只需要对着任意一台手机屏幕 就能够拍出它的像素点 怎么样是不是足够的夸张 简单说华为这套镜头系统既能拍到超级远 也能拍到超级近 人像拍照模式下 其背景虚化的效果也是相当明显的 人物面部细节还有皮肤的质感 相比较于隔壁友善都明显要 即便是在普通模式下 MIT60也能够轻松的拍摄出有质感的效果 面部光影部分过度自然 皮肤是高清透亮没有噪点 发丝的部分也是灵动有光泽 再来看几组对比的样张 这段时间感受最多的还是它的固件更新 两三天一版新的固件 每一次更新之后 影像调节的风格都会有一丁的变化 有些变化还很大 所以以下的样张仅代表当前版本固件 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边 喜欢左边打一喜欢右边打二 当然我们觉得目前这一版影像的固件 仍旧不是最终的版本 虽然前面很多场景它的表现很好 但是在逆光拍摄水波纹的时候 这版固件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紫边现象 整体色调也会有偏色的情况发生 等待过几天大批量上市的时候 咱们再测试更新的固件 来看充电训航方面 这次Mate60 Pro搭载了5000mAh的大电池 配合88W的有线以及50W的无线 还有20W的无线反向充电 实测5分钟可以从1充到26% 30分钟充到87% 充至显示100%用时37分钟 捐留充电至结束一共是43分钟 充电功率最高是达到77.9 接近80W 这次Mate60 Pro是全面升级 相比较于前代50系 电池容量还有充电功率都是有所增加的 而充电速度以及充电配置 对比目前主流的旗舰机型 也是基本相当 而在续航方面 由于目前一些重度游戏 还没有针对鸿蒙4进行适配 所以我们只做了4项的常规测试 最终剩余电量是67% 当然这只是目前版本的一个结果 期待后续正式版的固件 咱们再进行测试 通过这十几天的测试 我们为你详细解答了 大家关心的华为Mate60的九大疑问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华为Mate60正在急速的成长 如果我们对比两台Mate60 Pro 一台是初始版本的固件 另外一台是十天之后 更新了两三版固件之后的产品 你会发现它们之间在使用体验上 差异很大 甚至某些方面 感觉就是两台完全不同的机器了 比如说在游戏方面 以及影像系统方面 作为一台软硬件系统 都是华为自研的手机来说 Mate60 Pro的表现 确实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而鸿蒙系统本身的快速更新 还有成长更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希望华为未来 不仅仅能够做到手机硬件遥遥领先 更是可以通过快速成长 做到越来越领先 OK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娜言 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 华为和其他重磅旗舰机型的横向对比 你更看好谁呢 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 稍后的视频为你呈现 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这个地方显示5G呢 看一下同学栏目 正在看咱们节目里边 肯定会有很多华为的小伙伴 工程师还有高管 那么这些高管 请注意听我下面所说的话 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 在别的地方那都是收费的 知识付费199 我们这块免费给你传授 如同的地方 如何不显示这个地方 保证它不受制裁的风险 不要分享本直播间 千万不要泄露这个秘密 你注意看主播接下来的操作 注意啊 保证没有任何风险 只需要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 你将会获得以下的壁纸 把我分享给你的壁纸 设置成为桌面 注意看 不要眨眼睛 注意看 这是原厂华为出厂状态 是没有网络信号的 对吧 你不知道它是几G 但是在科技美学的直播间 你将获得一张 搭载5G标识的壁纸 无论怎样 它都是5G 华为高管表示 明天来上820 明天千万不得让酷克 把他给挖走 实现方式非常简单 只需要制作一张5G壁纸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完美的显示5G 同时又规避了 那边不要脸的可能的制裁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说我是5G网络吗 不是5G吧 对不对 但是当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5G 当然这里边肯定还有 不满足的小伙伴 表示说 主播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 5G才什么速度 我们都800了 没错 主播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考虑的非常周到 你注意看 这不是5G吗 你要不满足 我们可以改 可以换成6G 7G 8 9 10G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 是吧 你换成各种G都没问题 8G 如果那边要制裁 那我们就换成4G吗 如果那边高管表示 就人家那边的负责人表示 不行 是吧 你几G我们都要制裁 我换成2G可以吗 对吧 你这说不出啥吗 你看我们这手机2G手机 这还能影响到你们的安全吗 不要逼急了我 对吧 逼急了我 我们就改成GG 我让你用 主播不开玩笑 给你考虑的非常周全 你想要几G 科技美学都能给你提供 而且让你随时切换 对不对 我个人的建议 就是咱不妨就推出一个 官方的主题包 对吧 实时换壁纸 根据时区换壁纸 检测是中国的东八区 咱就是45678G 一检测是太平洋地区 马上切换成2G 不就完了吗 你是 难道他真的是天才 完美地规避了制裁 是不是